好 再來 好 那再來那個第三題 C小題 是談到了那個多重比較 好 那這裡我也是需要再請大家再 再跳到那個電子書 這次我們要看的是 12.5節 這邊 12.5節它 因為 通常如果說我們一次要比較的 有多組別的這個表現的話 我們通常都還要更知道更進一步的是 像這裡不是有三種藥物 那你就是要問的問題就有三個方向 一個就是說你的新藥有沒有比安慰劑好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然後第二個 你的新藥有沒有比舊藥有效 第三個 舊藥有沒有比安慰劑好 那所以你們可以看這個多重 然後12.5一開始他其實就等於寫了三套的虛無假設 那所以說要怎麼去確認這三個假設 是哪一些 哪一些的主張是成立 跟哪一些主張不成立 那要 那有一個最新 以統計檢定的觀點來看 就是說你的 alpha的這個標準的設定 就不是像那個兩組平均 只有最多只有兩組平均的時候 那麼的單純 好 那他這邊有講到什麼 剛剛我這樣子講一下其實就是 他這邊12.9有一個蠻有意思的一個呈現方式 就是因為等於是說這三套的假設檢定理念 就是如果我們把這個檢定每一套檢定結果有沒有達到顯著當成一個可能性的話 那根據排列組合就有八種的結果 那這樣的狀況下那個依照機率的觀點 就是說這八種都有可能啊對不對 那哪一種是最有可能的 是不是說這八種的分析結果都是可能發生的 好 那我在這邊我沒有要跟各位同學解釋 要怎麼去決定 在這樣的狀況下要怎麼決定 alpha 因為老實說這也是那個比較高等統計 再去考慮的是 那如果在基礎統計的話 有的這個有的老師會特別解釋 但有的老師會去略過他 那這本電子書它採用比較中庸的方式 它是告訴同學 就告訴你們 在碰到這種狀況的話 其實你面對的是一個 你有要面對你的那個實驗 你的那個分析結果可能是來自八個平行宇宙的這個可能性之一 只是先告訴你 只是先告訴你有這樣的考慮 那那個現實要怎麼樣去做 那它就交給GEMOVI 那在那個ANOVA的這個 這個選的模組理念 它有一個叫做這個事後檢定的這個功能 等一下你們可以再確認 那我主要是要讓你們好好的去看 在回歸模組理念 它也有一個長得很像這一個表的地方 就在我們可以現在可以看 就是在這裡模型技術 因為在模型在這個選單中 其實也有一個MODEL COEFATIONS 這裡我們只要把這個ANOVA檢定勾起來 它也會跑出這個東西 跑出這個表 因為它會把 因為根據我們的回歸式 它這些都會把它給跑出來 然後你們可以注意到DRAG的這下面 它有分兩塊 因為我們主要 為什麼有這兩塊 因為主要是也是跟我們設定了 兩個虛擬變數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不是這兩個虛擬變數的設定 就是說除了安慰劑之外 另外兩種藥都有在其中一個虛擬變數是E 就是G碼對不對 你們可以仔細看一下 就仔細觀察一下 因為有這個表 我就不用特別講數學原理 這樣大家腦子 也可以有比較多的空間可以去理解它 那你們可以看 因為那個安慰劑 都只有被分配到0的編碼 那它這邊只有得到這個 它都是被拿來變成說被減的那一個 好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 跟這個用ANOVA做的 這裡第二列跟第三列 都是用安慰劑的 你們看它的那個計算出來的T值 就是像這個 像這個 這五個數值 從這個平均數差異 標準物 自由度 T值到P值 跟這裡的 跟這個用這個回歸模組 這個模型系數 這邊算出來的 是不是 它除了自由度 並沒有去算出來之外 其他四個 是不是都跟ANOVA的這個部分 ANOVA的多重 乘對T減定是一致的 OK 那這個就是說 它這邊的那個P 這邊的乘對T減定 它的α 基本上是一種那個沒有校正的狀況 就是說都是設定它的 它的α 是跟一般的T減定是一致的 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一般用.05就夠了 它這邊也是用.05 好 那 然後你們可以注意到 它這邊也有一個 就是說只有P值小於.05 它才會注意 它才會標註出來 OK 好 它這邊其實就是跟那個 它這邊就是只有 它這邊就是除了那個沒有比較新藥跟舊藥 那如果你要比較新藥跟舊藥的話 其實你可以只要去更改其中一個虛擬變相的值 你們有想到要怎麼去改 就是如果你要在這裡比較新藥跟舊藥 這可以給你們做一個補充 甚至說你們的客後作業中 你去找出來 那這個你不用呈現 你不用呈現報 你可以就是說另外再做一個報表 或者說你在這邊寫下 怎麼樣去更改 這兩個虛擬變數裡面的值 是可以在這裡呈現出新藥跟舊藥 就是這個什麼 舊藥藥跟這個 Axiety 3 這兩個藥的這個T值檢定出來 其實只要改這個地方 就改這個虛擬變相的編碼 你們可以去想想看